带天福地,仁为贵,信则吉系,空则背,元太祖 回到第二节的元太祖,林师傅 究竟明太祖和朱元璋做了什么规矩 去保存祷教的法脈? 朱元璋当时做了皇帝之后,除了私梁国家的政策,如何发展等等 他就发现了张道玲的家族,即现在所说的张天师的后裔的法术很厉害 而且主要是用在救治民间的疾病方面 于是他第一件事做就是传召一位和天师傅 我们的龙虎山天师傅有关的人,就进来做一个医生 除了叫人进来做医生之外,就下了一道皇令 就是要求以后这一个姓张的家族所传来的所有后人 必须要弘扬道教,还有使用你们的父老 真真正正地去协助民间的人医病 而不可以收很高的价钱 那朝廷是不是养他? 朝廷养他,同时间不可以收很高的价钱 也都要继续研习更加多的道术 还有要增认你们的父老 要加强你们的能力 将道家这些父老,天师的父老 能够加以发扬光大,以右万民 即是张天师的后遇那时不可以去考科举? 不可以,要做道士 要他们继续保存自己的血脉 就去写他的父老 就一直传传传传传传传到现在 去到近代,你说张天师有些争议 争议都不说了,因为都很复杂 但最少那条血脉到现在其实未断的 那究竟哪条血脉才是真呢? 这个就是观众自己去找 因为免得说错话 但血脉的确是由那时候开始保护的 你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来计 其实就只有朱元璋一个曾经下过这些order 你说乾隆或者后期清朝那班 他又不是道家的 清朝的皇室是信藏传佛教,信密宗 不是信道家的 道家去到清朝的时候 其实已经识微 没有什么皇室的人理他 在明朝的时候 反而是多人信的 所以在现在我们讲张天师 或者讲到张天师 必然想起一个地方 就是龙虎山 是谁?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不特意说他在哪里 那些人自己找 因为龙虎山 你上网查 你会查到一个香港的 所以你要找大陆那个 龙虎山很大的 山头很大的 在龙虎山 它有个井 相传有18个好汉 被人封了下去 宋江、盧俊义 那堆水火转的人物 那堆水火转的人物 听说被人封了 在井下面 真正不知 但是张天师的血脈 和他的教法 在龙虎山 继续流传 为什么 一讲到 他这样流传 又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他流传着 那个法脈 不单止流传了扶咒 也流传了一些 叫做练丹的派别 例如练萊丹 就是练萊丹 就是练萊丹 就是修行打通器脈 有练食药的 那些制造的金路丸 好像物中的金路丸 又有一条水 这些经文科 又有一条水 总共这些种种的道家 最后都是因为 张天师当年得到皇室的庇佑 能够吸纳其他派别的知识 就藏在龙虎山那里 成为道教的法源地 那中国的文化才可以 到今时今日仍然流传 那时候会不会说 因为知道 张天师他们那家道法 就受皇帝保护 所以其他道法都会 去妒忌他们 没有妒忌过他的意义 首先有斗争一定有 但是去到后来就分了做两派 一个叫正一派 一个叫全真派 正一派就是张天师那一边 那全真派就是另外一条水 那些人 不知道你说什么 那些虚构 虚构 可能那些 那些全真派和正一派就分开了 分开了两家之后 那正一派就继续 你在龙虎山 那全真派也都周围大乘佛教 就这样去流传到周围都是全真派的 那他除了 刚才我们说他保护了血脉 流到今时今日之外 朱元璋由于他在道家 和道教上面的贡献 在这个 我们说神功 或者在道家上面 甚至乎 帮他开了一个宗教出来的 那不说宗教的名字 那 因为不怕说错别人的 那他又开了一个 这个宗教出来 就是以朱元璋 作为他主修的对象 就像我们以前很多集都说 你主修六道母 你主修莲花生大使 主修王财神 其实有一个法门 是主修朱元璋的 那是修什么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呢 第一一定是打邪字鬼 甚至乎这个教 是可以出一些 我们叫龙的东西 去吃了别人的 我自己又不是这个地方 的派别的人 所以我都只是听回来 而已 那可以出笼 去帮人清新清屋 那 那也是可以去保护那个 弟子 万事平安 那一路就 传到今时今日 就变成了一些 比较秘密一点点的 就是宗教派别 但是到今时今日 仍然有人拜 朱元璋来 获得神通力 那可以说 真是历代的皇帝里面 最神化的那个 其实就是他 那他叫不叫做成了先呢 应该 他们的说法是成了先的 他们的说法是成了先的 那 成不成先就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过应该就是 以现在那种看法 因为 到今时今日 仍然有人行他那套先法 那他一定是成先的了 我们说 神打 或者 道家野 我们经常都说 它是一个先法 是天上神仙的法术 只不过是借给我们用 这个意思 那如果那个法 在今时今日 2021年的香港 你跟着他做 仍然有用的话 那些都已经继续是有效的先法 那至于朱元璋 你自己要收 你要怎么收 那就祝你好运 看你的恩怨有没有机会遇到 教这件事的师傅 那 那 但是为什么朱元璋 他年幼的时候 是一个曾人 就是一个佛教的曾人 但是去到之后 又变成道教 那样 那中国在玄学 述素上面 就一向都有一些 尊崇万教同源 有些 甚至乎说余式道三教就同源 那所以余式道三个东西 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是道教徒 那就会是道佛愚 那如果没有什么信仰 就愚式道 那式就代表释迦牟尼 代表佛法 那在这个 传统上面 特别是中国历史文化 就很惯常将他们混在一起 譬如你 如果见到别人写一些太帅符 或者一些平安符 都会见到他们在后面写着 不过是中文写 所以实际上 他在道家的东西 也有吸纳佛家的东西 佛教其实也有吸道教的东西 特别在西藏密宗那里 就是很明显的 很多道教的东西 其实就被西藏密宗人 也都洩了 在这里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去找回我们之前讲的那张 文殊九宫八卦图 铁门口那张 你会见到 他有一堆动物在圈那里 这些动物 你会觉得 熟口熟面 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神移生肖 一样是指丑人的神秩 尾身又出害 一样是鼠蛇猫鸡 一样一样去 只不过是鸡里面 都做小鳥 大致上都是一样 然后在它的左下角 右下角 又会有这个先天八卦 和后天八卦 而 因为我们相信 这些先天八卦 后天八卦 行徒乐书等等的东西 都是来自一只乌龟 那你去拿回那张 文殊九宫八卦图来看 你就会见到 一只很大只的乌龟 其实就在井中间 所以 你说藏传佛教也好 在道家也好 其实就 有时不要说 将它们分得太过清 是很接近的东西 互相有行接 有分别 但是它们两个有互相影响 互相成为对方的一部分 帮助人 修行 所以都是好事 那时朱元璋所做的真人 即是那个佛教 又是藏传佛教 还是 不是藏传佛教 他那时是做汉传佛教的和尚 听说他那时就不是很勤力 所以就说他变成素地真 只是素地的和尚 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做的 在执头执尾 握餐饭吃的 所以 是去到很后期 出了来做皇帝 他就不准人说他这件事 他有一段时间封口 不准人说他以前是黑食的 不准人说他以前做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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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黑衣 没有钱的 所以他就说不准你们说这件事 还有呢 相传 今集好像师傅很多事相传 相传 因为有些事情都没得考究 他的说法就是 因为朱元璋收准提法收到做皇帝 所以朱元璋上任之后 第一件事做的就是 反而是禁了准提咒 不准人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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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你唸那个经 和他有同样的功效 就谋朝散慰 所以他一上任之后 反而他什么都不禁 他第一件事就是禁了准提咒 然后同时也辅助张天司的血密 一直流传到今时今日 所以朱元璋 对于在中国的一些宗教史 或者一个道教的发展 佛教的发展 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但一向都很少人说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 朱元璋有很多神通力 知不知道是什么神通力 就是他心通 英国通 天眼通 是什么通 不知道他有什么神通 考究不了 只是说他有多次呼风唤雨的能力 不是佛教所说的那六种神通 就是他会突然之间 叫个天落雨 又落雨叫他行风 就是有些突然功能 有些突然功能 他做了很多这些东西 甚至乎他很喜欢拜神 信且信到十足 以前我们讲过 就是 起楼 有时就要动土 要等湖 也讲过的 朱元璋那时 其实做的差不多的东西 那时候就有一个湖 他就想在那里建个营 想填平它 那个湖的名字叫做燕爵湖 但是填来填去都填不到 几十万人都搞不定 于是 要是填湖那时候 那些人死了 要是填 那 hah&b 那朱元璋呢 回家 prin universal招 他就又又想这些东西 就说 如果填不到 会不会是个湖神 那 preparations 他说 湖神不喜欢我们 不dated我们填他的 那边说不要了 不要原 NS 부탁 拜些神先 然后呢 就跑去找人 拜那个思念 那具湖神 那吖 他去了 这个成南江陵苸 他去了 走到在帝阙 就是田德文 在他去找他 寻找找他 各位白名 朱元昌立即捉住伯伯把五花大帮綁起了 那那個湖裡就怎樣了 接著他指著伯伯就說伯伯這個伯伯是湖神來的 接著一說完就把伯伯丟到湖裡面 伯伯就這樣被他扔到湖裡就死了 浸死了之後聽說工程速度加快了很多 那湖就立即填滿了 接著湖真的填滿了 去到今時今日如果大家去南京的話 都還會聽到這個湖神填得滿的 如果這個是真的話 應該是第一個皇帝可以在歷史上被人記住他打山莊 所以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傳說來的 他就是這樣做事 所以可能有時候有些是神通力 真是神秘友又不知道 還是儀式上的東西都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很有趣的皇帝 那大家記住幫助了 就是改名的時候 不要改名什麼填得滿 氣得成 那些不要 還有那句我再看一次 不要叫袁章 你不要聽朱袁章這麼厲害 在那個名字叫袁章 未必受得起的 我講過的 一個袁字一個天字 不要亂用的 這個是聖明學上面的禁忌 那袁家班的人很厲害 袁家班就是那個袁 袁太祖也不是這個袁 袁家班是這個 袁家班是這個 是這個袁 對 我記錯了 那袁家班是不是很厲害 那袁家是否很厲害 厲害 那就是 好 那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今集這個精彩的內容 微補到大家上個星期的遺憾 那大家記住 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like我們每一集 亦都將我們的節目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一起聽 有什麼問題 下面comment告訴我們 同時 記得like我們 林定康師傅的facebook專頁 下一集回來 再和大家 袁太祖